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升6元 美团升10元 刑赋基金息4毫6元 中移动升1元 港交所升2.5元 微盟升1.1元 吉里汽车升2.3元 友邦升2.5元 若明生物升1.1元 金峰里业升1.2元 金沙中国上季亏损按年收窄 至超过1.6億美元 经调整的经营现金日利超过1.3億美元 扭转去年同期的亏损 按季亦增加3.2元 由于去年疫情期间 赌场曾经要暂停营业 导致比较基数很低 净收益总额按年升20倍 去到近8.5億美元 金沙表明澳门仍然在实施 接近旅游限制 影响访客人次 只是疫情前大约2.2元 导致财务表现停滞不前 中场收入大约是疫情前4.5元 高端中场收入按年升8.6%至超过3.6億美元 相当于前年同期大约5.7元 但公司预计下半年生意有望加快复甦 只是速度很难预测 由富裕澳门政府 考虑延长明年6月到期的赌牌 容许更多时间规划续牌的事 中国恒大表示已经解决同广法银行在冻结资产的争议 恒大系的股份全线上升 其中恒大汽车曾经升两成 恒大发声明说 经过和广法银行充分沟通之后 已经妥善解决关于冻结财产的诉讼 强调双方长期保持着良好业务合作关系 禁后会不断巩固和加强合作 实现互利共赢 共同发展 早前有报道说 江苏无石的法院本周裁定 因应广法银行日品申请 冻结恒大子公司大约1亿3000万元人民币存款 恒大反驳涉案的贷款明年才到期 广法银行是滥用法律程序 一度威胁会反控告对方 事件曾经触及恒大股票和债券价格急错 财经消息看到这里 多谢收看 你好 二栋中期时间 今天和大家讲一下是否徐静的中国中野 下一只1618 今天早上来说是稍稍高开 期后到10点20分之前 已经到2.3毫半 最多升幅是一成半 之后就逐步升幅收窄 也跟随着A股自己的形势 161618 因为A股那边曾经见过3.75元人民币 升幅收窄目前正在升6% 做3.61元人民币 港股这边仍然升到8% 做2.21元人民币 成交股数 现在都突破了1亿多 成交金额方面 2亿3千多万 究竟为什么炒起呢 立刻请教我身边嘉宾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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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今天炒起呢 究竟跟徐静有关 还是跟其他因素有关 我认为严格看回图 不是今天才开始炒起 所以你要留意这段时间 发生什么事 其实市场开始不断发挥 就是中国中野酒 看名字可能做很多野恋 你想做一些普通的有色金属服务等等 但其实近期内地有很多国泰军安 中金一些报告上面说 公司其实除了说一些 可能一些基建项目 有色金属之外 有色金属之外 有色金属里面 可能有一些Lip 菇 这两个字就是跟电动车有关 那些市场很重视的相关资产 现在就处于一个估值重股的阶段 这是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 就像国泰关港份报告那样说 其实公司有很多光伏发电 风电 垃圾发电的相关项目 这些是近期来说 市场一些热炒主题 所以市场发觉 原来这只股份都有这些业务的时候 就做一个估值重股 而1618中野 市政率 就是每股资产正是四个多 即是就算A股 就算三个多人民币 其实都说股价对NV折扬的幅度很大 这个原因就是市场向来忽略这只股份 所以现阶段的状况 就不需要有什么特别新因素 相反地就是股资金 是不是真的愿意做一个股资产 就是在博这一样东西 短线来说 由于现在市场留意的焦点 的确是一些市场比较吃香 相比较当炒的东西 所以短线的声势就真的在 短期来说 之前其实都十天升春一百天 如果你说 如果真的说这个声浪展开 都是七月初的时候 现在九天都去到74了 那这些强股应该怎么追发呢 这些强股就是 博去出现一个高雨浪的状况 的确在这一刻 可能由这个声浪的起步点慢了 但问题是我们现在说的股价 还是站稳在2元上至阻力位楼上 现在下一个阻力位 就是2.46这些位置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兴趣做部署的话 第一方面就要博去站稳在2元楼上 所以你现在买这只股份 你可以预示到 就是你要承担 起码是一成的风险在 但由于我们不知股值重股 之前说的NAV四个多 你这股也在做3.7多人民币 所以短线来说 如果真的继续站稳在2元楼上 真的你不排除有机会突破 可能说之前2月头的高位 所以你说策略上最好 当然因为慢了就分注吸纳 2元2楼下先下1注 2个1楼下再去扣货 或者可能接近2元那些位置 在最后1注博 以2元做止蝕 那你说博就是整个股值重股 那个摩倒仍然会在 会不会说一些新能源 或者一些新的有色金属 就是和室业动车有关的菇 那些因素能不能够发展出来 那是博就是博这一件事 那什么时候做真的没人知道 但是短线资金真的在炒 那就试试顺着测试去炒 是 那也看看相关概念 热产的时候就会被围 有色金属 第二就是新能源相关的 是的 不如也要和安奴研究一下 他自己本身集团的因素有什么情况 因为就看到他最近 说真的上个月底倒 也公布了 染超过38亿 就卖了那些应收账 估计融资成本就不过2亿 月中的时候公布了 今年头6个月 即上半年 新签合同6150亿元人民币 增幅有3成2 但如果看看增幅 其实是比头5个月增长的4成半万 如果对比起年初的时候 倍增的情况 可能没有了基数效应 更加慢 至于就了牌坑 最近期 就是子公司用10亿 投资北京的大兴基层商卦基金 当中哪个要点要留意些 哪样相对理好公司 哪些可能 譬如新签合同这些 是不是都还是有浮动性 我会这么说 如果你卖得1618 你只是看它本身旧的因素上面 你不要买这只股份 我会这么说 因为始终我们觉得 为什么股份能够展开升浪 原因就是 市场就是觉得 不去再关注 以往的核心基本因素上面 你不可以说不重要 那我这样问你 好 因为你买了一只股份 不能够不理它往迹 那个往迹在股值上反映 之前为什么股价这么慢 但譬如头6个月 新签合同说真的 增幅是在慢 所以如果你想看旧的基本因素 你不要买这只股份 我们就是在说这一件事 因为现在升的一件事 前瞻性 你又说有些新项目 金属项目都要等 那这些会不会反映在 它的新签 不需要等的 它本身有的 现在市场就是觉得 即已经继续了下去 不是这些数字上 这些是本身基建 那将来的增幅会不会更好 还是你自己的分析是怎样 所分析上 其实我普股的望态度 是顺着个小去看的 现在就是内地有些报告上 有新能源项目 有些有色金属 就是跟电动车有关的那些项目 现在就是股值重股的一件事 到时候什么时候才知道 你可能真的出到业绩那段时间 才看到一个贡献性有多大 那三十多个光复项目究竟有多大 这些真的不知道 但问题就是当你发现 那就是现在炒概念 没错了 所以你说如果炒概念的话 你拿回基本因素上 你会觉得股价不应该升那么多 但问题是你股价 如果你做短线投机 永远都是这样 就是当一些东西确认出来的时候 股价就会已经升上去 所以短线就是炒概念 炒概念是否真的市场忽视着一些东西 这些东西 譬如请教你 因为卖英收帐那些 久不久就看到他 他收不到帐那些卖出去 似乎都是一个相对 他盘数利好一点的动作 所以也不可以这么说 你收不到帐 会不会还有很多应收帐 一样收不到 这些都是这样 但他慢慢处理了 处理完之后 你不知道会不会还有 你特别说公司做很多房地产业务 房地产开发都有 所以我们就说 如果看这间公司 你就是关注他的核心本身的状况 旧有的因素上面 我想你不会想到你的股份 如果是这样 看他的往迹 说真的 你说他有做房地产业务是对的 但是说真的 他的业绩里面 过往就算是2020年 2019年 九成左右的收入 来自这个工程承报 看到那个 fluctuation都挺大 18年 或者较早前 曾经少要欠钱 之后才赚钱 今年首季就有一亿多人民币的顺利表现 虽然你说不是那么关事 看看他有没有新业务的进展 未来增幅要去到什么水平 然后股价去什么估值 你才觉得是合理呢 我想你说股价去什么位置 你真是不知道 因为没有人知道 究竟那些新能源项目上面是值多少 所以我们觉得现在这个股份 一定是以投机性为主 但问题就是你选不选择参与下去 如果你很理性地看基本因素上面 看它的工程整体状况上面 我们就说你不要参与了 这只股份现在是以投机性为主 但是你说内地的报告上面 会不会市场在忽视这些东西 的确是有个可能性在 你说始终有那么多母企 或者跟内地很多中央企业上面 那么多合作 有些新能源项目 这些真的不出奇 所以我觉得短线来说 这只股份 一定不是看旧有项目业绩的表现 是看看是否未来业绩上面 有这些因素可以发挥出来 好啊 其实过往派息都会增加 不过整个关系 闻多阿努 谢谢你的分析 我们先投手 我们先看看最新消息 美股反弹 市场风险为立正温 美元由三个半月高位回落 避险货币日月都偏远 英镑继续维稳 但是要留意英国疫情持续 脱欧的争议又再起 英国和欧盟在不爱以兰的贸易问题 又有分歧 先看看美元的情况 美股持续上升 市场风险为立增强 资金流出美元 美汇指数有三个月高位回落 去到92.7的水平 最新都是这些位置的附近 做92.798 美国国库债券价格继续下跌 十年期国债支息率 最新是做1.280厘 债息升 金价就要下跌了 年货金曾经跌到过几周的低位 最新都是受制住在1,800厘下 做1,798.5 消息方面可以看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个星期 会发布最新的全球经济预测 组织的总裁就预告 会维持经济增长预测是6%不变 但是就警告不同地方的增速 都出现了些分化 估计去到七年底之前的疫情都很难完 今早的嘉宾有罗明娜 Patrick和大家在此分析下回市的市况 Patrick 你好 你好 Patrick 见到市场避险 情绪缓祸了一点 美元就回软了 今年3月份的高位 93.4这些位置 阻力是否都很大 之前都一直说 在93流上去追买美元 风险似乎都很高 直播率就不是那么大 因为始终近期来说 主要是 我自己觉得 主要是非美货币本身的一些负面因素 而不是美元本身有一个大强势 因为你见到联储局的货币政策声明 或者一些官员近期的说话 其实都反映未那么快会加息 当然你说减少买债会有讨论的空间 但我相信对市场影响不是太大 你要将美金再继续推高上去 应该有一定的难度 美金可能看着93这些位置 阻力就相对会大 至于金价看到都在1800美金 这些位置上落 都反复一些 你看短期来说 这个整数关口 是否稍不稍得住 我自己看下边留意着 在1700大概在80元左右 支持位应该在那里 而上面1830-1840的阻力都挺大 短线可以做一个区间炒作 譬如在1780-1840之间 低买高沽 暂时因为始终债息回落得多少 对金价有一定的支持 以及整个环球股市 会不会在高位度 有一个再大幅的深度调整 这个都要留意着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自己都仍是倾向于低位买 会稍稍稍稍稍的 今价可能投资者 都会在低位做一个部署 另外看了欧洲那边的情况 市场就观望着欧洲央行的 议息结果 欧元曾经见过去1.18水平流上 最新回到1.1794 至于英镑方面 都继续回稳 在1.36水平流上 最新英镑在1.3704 英镑方面要看脱欧消息 根据英国和欧盟去年签了的脱欧协议 不来往英国本土和北爱尔兰的货品 需要经过欧盟的海关检查 但就对贸易商造成一些额外的负担和成本 英国要求和欧盟重新去谈谈条款 但就立即被欧盟拒绝 觉得认为英国首相的康信等 去年有份谈过参与的谈判和同意的协议内容 不可以随便改 英方就威胁 如果不去谈 有权单方面偏离协议部分的做法 先听听他们怎么说 就和Petcher谈谈一下先 先看见英国现在就因为脱欧的问题 和欧盟那边有点争论 加上本身英国自己的疫情都未受控 英镑短期来说是否都要继续收押 那个和欧盟之间的脱欧里面的 产生一些问题 我自己觉得是一个短期影响因素 那疫情那方面 就现在封城措施就取消了 那会不会令到那个确诊数字 再继续急速上升 这个要关注着的 那变成对英镑 确实会造成一些短期的压力 但是大家也留意着 1.35应该是一个多大的支持位 近期跌到1.35半附近 开始有个反弹 上面留意着1.38的阻力 就在十天二天线附近 所以短期可能做着1.35、1.38 即是在1.37楼上追买英镑 似乎就暂时不是太直博 所以都是做一些区间炒作 会比较适合 Patrick就看英镑 是1.35至1.38这些位置 一个区间的上落 另外市场也看着欧洲央行的议息 之前预告就说有个货币政策的变动 Patrick 你看幅度可以有多大 我自己相信幅度未必太大 但是应该不会收紧那边 短期来说 欧罗亦都是因为央行货币政策 偏向温和 所以令到汇价继续下市 但是去到1.17附近 我自己觉得又开始有一个多大的支持 而且在RSI和现货走势 似乎是开始有些背迟的情况 大家都要留意着 1.17这个水位以下 我自己就没什么兴趣去沽欧罗 看看短期有没有机会 试试回到1.18这些阻力 好 我都看着了 欧元短期内 可不可以去到1.18这些位置 谈到人民币 看到人民币个别发展 离岸人民币连升两天 去到6.46对1美元的边缘 之后就回落回 最新是在6.4693 不过来在岸人民币方面 在岸人民币连升三天 在6.46的水平向好 最新是在6.4671 官方开出的人民币中间价 下部6.4651对1美元 是一个星期的高位 较上一天高了184个点子 路透就根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数据推算 反映对一男子货币的表现的人民币 匯率指数升至98.7 流上 创压近五年半的高位 英国智库调查都显示 三成受访央央计划 提高人民币认售性和国际化方面有多大的启示 如果央行增加人民币的储备 当然会提高人民币在国际化和认售性 对人民币匯率也会有一定的支持 但是你说是否会主导整个汇价走势 我觉得始终受制于人民银行的政策 和国内的经济情况 我自己觉得暂时来说 人民币应该都是在一个区间上落的格局 因为始终美元仍然稍稍偏强 内地的经济也未特别突出 近期都有一点复苏的势头有放缓 所以我自己觉得人民币 应该不会特别有一个强势的现象出现 想再谈多一点 看到更多央行增持人民币做外汇储备 你看过对资金流入内地 和人民币的需求又有多大影响 暂时来说我自己觉得未必一下子 因为始终你增持也不是一下子就会到位 都是逐步来的 所以我自己觉得 对整体短期市场波动 未必会有很大的影响 暂时来说 你看到现在在6.5附近 美元对人民币上不了 而美元又好像开始去到一些重要阻力 所以不排除人民币短期 会借着这些消息 是有一波反弹的 但你说去到6.4附近 我又觉得可能升值的幅度会减慢 甚至可能在这些位置要停一停 暂时可能在6.4到6.5之间 做一个区间上落 你说可能都有一些反弹 但如果下半年来说 有没有机会可以去到6.4这些位置 你说下半年 其实6.4不是很远 现在都是6.45、6.46 我觉得如果要看的 起码都要看到6.3甚至6.2那些位置 但你看回近年 最近的一些内地的经济数据 其实就未是可以令到人民币 有个这么强上升的因素 加上还要看美元究竟会怎样玩 联储局虽然没有那么快 明年加息的机会现在降低了 但是你说去减少卖债 我始终觉得可能在未来 那一两个月会有一些消息出来 那这些都有机会令到 美元汇价是出现一些反复的 所以我建议投资者短线 作一个区间炒落 6.4到6.5之间做着先 对人民币看好的 挖着6.5附近可以买些看看 Patrick就看人民币 投资者可以在6.5这些位置 作一个部署 今次数都不讲了Patrick 和大家的分析 之后看看美元最新回价 每次焦点看到这里 多谢收看 欢迎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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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是高开200多点 其后升幅都不断扩大 最多的时候升过535点 上回27759点 即是说十天线暂时还能守得稳 最新升幅494点 做27720点 各个指数向上 成交721亿多 问一下Ken 反反复复复 一时大跌 一时大跌 一时又大升 其实有些少少对市况 都麻木了 还有不可以那么轻易 就相信真的企稳 但是很多板块 升幅真的挺均匀 有些板块有资金肯闹货 你怎样形容现在市况 第一件事先 不要用麻木来形容 我相信麻木 都不是这时候 不是这几天 波动性肯定大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们看到过去这两天 侧吴村的低位 26850点附近的位置 就仍然在做反弹 即是说在波幅里面 268至282 仍然在走上落 大家有个心理准备 不会 没有什么特别坏消息的情况之下 前两个坏消息这两个星期 已经用了多少 你现在没有什么特别 再多踩一脚下去的时候 就会跟回市场 仍然在做反弹 波幅区域 我觉得没有一个太大的 明显反弹上去很高的势头的时候 262至282 鎖住了 现在我相信 仍然会持续到反弹 会再试挑战 282附近这些水平 我觉得大家要留意着 因为势头始终不算是强 这一转 我相信暂时 都是以反弹来看着 会比较好些 还有要留意着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美股那边 道指又飘上去3万5点附近 然后上证又贴近一些叫临界点 3550点附近这些位置 对港股的 未来的反弹 仍然有机会 仍然挑战到28000楼上 好 有多少少要留意 可能都是上落市 当然要盯着成交 配不配合 我们看看内地股市 触不收市的情况 内地股市上的 创业板很威胁 上回15年6月的高位 今天少少回吐 不过其他指数做得不错 上证升到11点 深证升到13点 护心升到8点 再版指数 首都找3500 收到3529点 看看北水的情况 看到连续多日 北水都是淨流出 今天也是 不过幅度 没有前几天这么多 户股通流出4亿多 深户股通流出5亿多 合计淨流出9亿多 跟Ken谈谈北水的情况 连续多日都沽 ATMX那些都不断沽 大股、腾讯、美团 和小米都连日要北水大手沽出 今天有少少缓和迹象 看到北水可能是时候 要重新入市 市况稳定些 这是一个大指标 这是第一个大指标 第二个大指标 就是北水 我们暂时看到 大股仍然未有一个 持续流入的情况 反而是个别股份 二、三线 或者是当炒板块 反而会比较好些 都是维持着一个大方向 都是以一个 炒股不炒市的角度 因为近这两个星期 那些板块各有各精彩 肯上那些 持续是一个破顶而上 不得那些 甚至是在指数成分股里面 暂时看头就不是很强 因为始终没有什么特别 太大的利好消息 令到市场有一个 叫做震吞作用 今天升五百点 只不过就是回补 刚刚上个星期 其实前几天 都说的是二万八千二 那你说一个星期里面 已经回调了一千点 现在又做反弹上来 所以我觉得 留意着北水的动向 尤其是针对着个股 尤其是一些 比较健碩的股份 他们的流出流入 都是一个比较大的显示性 好 留意着 恒子 最新都暂时 靠得找二万七千七 临近中午收市 各别板块 今天很多板块都醒神一点 有些比较少炒起 有些重型机械股 今天AH股都齐齐有资金追捧 留意收获重工的A股 升到7% 围柴动力中联重科A股 都有追捧 分别升4%到6% 看看AH股的情况 AH股方面 围柴升到8% 上升到18元 中联重科 中国重器都不错 向上突破 中国重器也修复一些重要军线 龙工三一国际都做得不错 最新招银说 围柴动力目标价再上升到27.6 主要都是看好 其实业绩应该做得不错 订单期是OK的 比较少留意重型机械股 近来业绩期 是否开始做定部署 我想做定部署 大家有个心理准备 因为这批股份 跌了真的比较久 以及跌的幅度 你随便找一只重器27.5 现在跌到12-13元 你说有没有一个 在业绩公布前后 或者公布这个 營運数据之前 有没有一些叫搏反弹的空间 我想大家要留意着一件事 始终弱势股就是弱势股 你这一转跌上去的话 都是一个反弹 因为大家看到 他们每一次的一个反弹力度 每每去到20天移动平均线 都弹不穿 我自己觉得 你在这个位置部署 我觉得你也是买着 最多买着半柱线 站得找20天移动平均线 我会看高一点 看一个更高的 在业绩前后的一个反弹的水平 如果不是的话 暂时这批股份 你说可索性是否很高 我觉得一般一般 因为始终压着20天移动平均线之下 未有一个明显反弹的时候 都是处于一个弱势的情况 基建那方面 比较沉寂一些 会不会都是主因 那条下降鬼是漂亮得很不得了 很整齊 要在板块里选择一些 直博的 只博一下反弹 因为太惨了 现在很多时候都跌得很低 你会觉得青鲜的是什么类型股份 因为重卡也有 一些起重机也有 一些可能和农业相关股份也有 你怎么选 我觉得如果在重型机械股里面 比较质素强的话 都是违柴动力和中国重器 中联重科之前的业绩都比较对版的 但是我怕它有些少许的维持不了 如果在里面版面来选择的话 我仍然维持着 柴围动力和中国重器 如果你说农业相关的 好像第一拖拉的之前 推过上去一阵 现在又振回来这些水平的话 我觉得都有可索之道 不过如果是继博反弹的可取的地方 其实真的重器 柴围这些跌得真的比较多些的时候 用一些叫技术指标或者用公布业绩前的两至三个礼拜 或者公布业绩博它有个惊喜 这些都可以一后 不过就停止蝕了 如果跌穿近期的低点位置 我都会决定或者是考虑你一里长 好 可能只是短线做部署 不过都算是一个很残忍的板块 都有一些直播率在这里 我们看了一些石油石化股 石油石油A股股 H股股今天都做得很好 外围方面看到油价又弹回到70 油也有很大的波幅 现在对消息都很敏感 本身EIA那边的石油库存是多了 不过石油的集散地库因 库存其实是跌了 市场就评估说 其实环球对石油的需求还是很恩切 Kent觉得究竟油还有没有升 油股现在应该怎么做部署 部分之前已经发了营起了 就是等到中期业绩 接下来会不会说派息 自己的营运哪一种比较喜欢 发了营起我觉得 这个不会再在 接下来公布业绩的时候 刺激有多大作用 因为大家已经略知一二 自己本身的营起情况 反而油股变数比较多 第一件事就是整体的需求面 第二就是要看油组方面的 增产减产这些消息面 我觉得暂时在这些水平 在过去这段时间 857是相对比较硬 也是升得比较厉害的股份 我觉得调整了下来 4元变质到下来3个多 如果真的要选游股 我仍然会先选857 因为883始终又会受政治因素影响 接着360上游下游的因素面 它又不算特别很强 所以如果选游的话 我就宁愿选857 但是整体的板块 你说在这个位置值不值博 我觉得如果是857 这个位置 你看上去都好 大概都是3.555至3.6 附近这些位置 是一个短线的阻力区 有一个短线的操作为主 因为始终困着油价的 相关的因素面 我觉得比较大一点 所以这一点大家要留意 好 留意857 今天弹得不错 列口高开最新升幅 都维持有4% 另一个强势板块 当然又是继续谈车股 今早也看到车股的H股 通通都发力 A股怎么走呢 A股禁锋都继续保持 中午收入都升到5% 比较迪 江淮汽车 东风 广汽通通都可以升 A股都看到这个趋势 开始由一两只很强势 开始蔓延到其他传统车厂 因为其他传统车厂都开始进入 做新能源车的领域 现在长期熬了这么久 终于大行就赚回 终于车可以买贵一点 其他车厂有没有效法 还是集中炒小鵬 雖然未赚钱 但是人家主力做电动车 我想第一件事 如果你在车股里面 比较稳定性和出货量高 都是前了几只 比较迪、吉利和长期 你其他二线的那些 我觉得就不要怎么去理会他们 如果你退而求其次 或者另一类选择 就是上市没多久的小鵬 我想小鵬 现在你实证着 仍然是在说 新能源汽车的相关议题 那你变相 股价突破了首日的高位 比较简单一点 一些叫技术的玩法 现在这个位置进去的话 就以它刚刚首日的高位 如果跌穿的话 就做一个离场的指标 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 不过小鵬就要留意 始终一件事 和美股那边 因为美股那边始终都有市场在 那你又要受着美股的影响的话 那都是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的策略 我觉得可以再修一修正 第一天的顶部位置 大概168附近 你可以拿回一个比较准确的位置 就以第一天的低位为依歸 或者是昨天的收市位162元 如果未来收穿 你就做一个叫止蝕的情况 我觉得这样做一个短线的部署 会比较好一点 那升穿了第一天 你可以先买半注 如果明天再跟上去 就可以补多半注 还是很止蝕就可以 好 分注做策略 选股那方面 可以留意车股一些 现在有些比较难选择 或者其他选择出来了 赌股都谈一谈 赌股今天是有反弹的情况 过了波泪 金沙升3% 银鱼升4% 因金沙公布半期 减少了 而且如果继面埃尔 还开始扭规 带动其他倒股 最新美銀雖則下調了全年博彩收入預測 不過現在估值反映了行業大部份的負面消息 內地香港也有小規模疫情爆發 限制收緊了,復甦是慢一點的 所以削減全年博彩收入預測三成 不過它亦說跌了很多,差不多都反映了 怎樣看賭股的前景? 跌得跌得很多是一個可圈可點 大家都會有個心仰仰想反彈的情況 但是我自己覺得大家要拿捏一些階段性的股份 如果在早前講5月1日之前通完第一次關 現在開始有零星星的個案 開始又對通關的限制又收緊的時候 現在暫時我都是覺得處於一個反彈的 大家如果拿捏是反彈的股份有一些把握的 我覺得現在這一段也是一個反彈的標準 大家都會見到弱勢股 尤其賭業股以銀魚為例 二十天移到平均線 正如剛才所說的股份 大不穿就大不穿的了 所以核博反彈也好 這個位置都是拿捏5-8% 留意著有股額 這次談到這裡 稍後聽聽聽聽聽觀眾的電話 好可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10大会有股份腾讯升1% 美团升多了上280元升3% 港交所升5元 中移动升2% 盈富基金升1.7% 6至10位表现 微盟升1.3% 吉利汽车升1% 禁锋里业创过新高 最新的走势回信 微升5毫 药明收莫升1% 友邦升到2.5% 看看蓝筹股的情况 两只蓝筹金融股有份大动的大市 分别都升2% 中移动都发力 港交所偏远 港交所靠稳 中华媒气都是靠稳 升1毫 谈谈5号 两个消息 第一个当然转账方面 Pay me 有些顾象 对香港人来说 比较切身的消息 另一个对大众长渣股民 是很切身的消息 就是中期股息 下个月董事会说 8月头会谈 究竟派不派 会宣布8月2日会举行董事会 到时审议中期业绩 派不派2021年度普通股的中期股息 之前英国的银行监管当局 已经取消了派息限制 普遍都估计应该有得派 不过对股价的作用 提振真的很有限 还要试1-42元这些水平 现在是否开始还有收息 或者看好它有得普通派息 会留意5号仔 看看大家怎样看 要视乎你是否第一件事 要收息为易贵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如果你收息股在市场里面 是否只有回控 是做一个单一个选择 在市场里面 比较风高浪急的时候 如果是找收息股的话 在一些公用股身上 那个稳定性可能会更高 因为如果你买得回控的话 我想不只是以一个收息为易贵 都希望它在业绩方面交到功课 从而令到股价上升 这个才是最主要的关键点 纯粹以收息为易贵的话 一会儿又要受住外围的监管机构的因素影响 又派还是不派 復不復派 这些都是一些比较大的因素考虑点 所以如果你用回刚刚美国国债十年期 国债知识率早前跌到1.3以下 大家看到在个息差方面 对国际金融股尤其是银行股 不是有太大优势的时候 变相是质到了这些水平 所以我觉得如果收息的话 我觉得有其他的另一些选择 如果你说要拼一个高增长 或者是一个动力回来的时候 我又觉得回控又未见到 可以短期里面做到这个动作 所以现在暂时都是以回 刚刚挨回来 40元边或41元附近 至到大概45元这个位置 就走着上落 我觉得这样会比较理性 比较合理一点 好啊 一个区间这样操作 看看想收息的投资者 觉得现在40多元好不好入市了 都看看银行股最新的表现 最近就是受过债息打击 之前一厘二都穿过 所以就担心那个息差收入 会不会受影响 今天好一点 十年期债息再上升 汇丰恐股 升2% 渣打都可以 升2% 中银香港 恒星银行 升到超过1% 东亚跌1% 怎样看这些金融股 银行股 未来的走势 其实呢 这段时间都是临临的 股价没有很大的突破 其实还是一个走弱的格局之下 买入墙渣 能不能想过 就是炒复苏呢 我想第一件事先 大家执着复苏的时间点 我自己觉得 在去年年尾附近 大家憧憬疫苗的关系点 复苏了一大浸 但是现在的第二时间点 就是说疫苗和变种病毒的关系点 如果未来外围的情况 封城或者继续通关 世界各地通关的时间比较有影响 令到我觉得复苏的部分一定会拖慢 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关系点 当然大家会拉长一点的战线来看 这个疫情始终都有一天会过去的 如果你说在这个位置做一个叫部署的话 有个心理准备要守的时间是比较久一点 因为早前这大半年已经弹了一阵那么厉害的 现在在这些水平的时候 很大机会不跌也好 都是在这些位置反反复复的 不是有那么大的升幅在这 所以这一点大家也要考虑 好 我们听听家庭观众的电话 有位何太在等 何太哈佬 你好 何太佬好 你想问什么 我想问电行939 好 我之前就入了6.12 现在就跌了5点多 那我有没有机会再溝淡一点 好不好呢 好啊 那就想拿一件行的 因为已经是除了息了 除了准 再收息就等多年多了 可能是越长驾的感觉 如果想低一点买便宜一点 有没有多些机会 除了准的话 我相信何太佬 你那个价钱 和你除了准之前 暂时都不是有太大上落的 我相信 因为之前一除准下来 那里都有几猴子的一个股息 在那 如果你说要再 hold多一注 买来长渣的话 那 建行呢 我相信暂时 或者中资的内人股 以回几只大的来做标准的话 都是暂时真的以收息为以贵 如果以收息为贵 这个位置 我又觉得吸引性 你问特别是否很大呢 如果你以回过去这段的波幅 过去这段的意思就是 这些年龄的波幅 它比较低端的位置 就贴着5.2 5.3 附近这些水平 高些就是大概6元 6.1 6.2 这个位置 就贴着中间偏低一点 但如果你说 比我更加深移的位置的话 我就5.2 5.1 附近这些位置 我觉得收息会比较稳定 和安全一点 和收息 又要等下一次 所以等的时间也会比较久 好啊 如要长驾驻马 就可以灵活一点 不如看定一点 好 我们回答一下家庭公众 许先生的问题 许先生 Hello 喂 是 是 我想问你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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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钱买啊 许先生 二百零多 好 二百零多 和现价差无几 是 现在都在低位陪回了很久 这些位置 究竟是 有得弹少少的 机会率高 还是向下沉底 机会率高 还是炒这些真是转身要快 仍然是在这个位置 反反覆覆 未有太大的 利好消息刺激上去的时候 都是在低端位置 打好底造的 徘徊 那你早前 在说市比较弱一点的时候 它最低去到 一百九十元这个位置水平 那我觉得 简单一点 现在上面一重一重 关卡在的话 二百一十五至二百 又做了压力区 那就是一百九十至二百 二百一十至二百二十 这个位置 上上落落 看看喜不喜欢自己 在这个范围里面走越上落 如果不是太 喜欢在这个短线走上落 那你唯有做一个中线的部署 一百九十元 如果收穿 我会感觉我会减迟 那重上一些叫关系点 二百二楼上 才开始考虑会不会再增持 但是这个位置 我相信是比较门一点的 好 那我们呢 留意阿里巴巴 腾讯还在低位 徘徊的格局 暂时未突破的 我们留意一下 新能源相关股 国泰军安的报告 近日也有简估出来 中国中野屋顶分布式光伏的业务 市场忽略了 他说 近年签单去到三十二个项目 加上涅股抗的资产 股值还有代重股 维持中野的增持评级 中野 中野 H股也有得爆升 是 H股也是大升 其他一些 各别 部分还继续有得炒 顺月光能做得多好 升到5% 一代表现最好蓝炒 阳光能源升到超过7% 如何看新能源股 现在最新的情况 有些说光伏玻璃下半年的价 还是没什么起升 有些说下半年的需求 烧一烧化之后会好一点 下半年是否继续炒作 还怎样 我觉得升势可能会换一换和 因为升的幅度比较多 而且开始扩散到一些 二线的股份身上 如果一线升得多 去到二线的时候 大家都要考虑 接下来的板块 有没有一些在短线里面上升的空间 尤其是大股 所以我自己觉得 这个部署的话 可以看一看 接下来的二线 走得差不多上去的时候 一线还有没有动作再上去 如果有的话 先考虑 因为始终现在这个位置 有高位回调的 一冲下来 10% 8% 大家就会 很多时候会鸡飞扣走 所以这一点大家也要留意 好 我们回答一下家庭观众 杨小姐问题 杨小姐说3.8% 买了中国中野 究竟什么价位沽好呢 3.8%应该都是高追了 和长渣渣了很久 中国中野终于都有一些 劝商看回好了 和有个爆发力出来 今次回家乡机会大不大 我觉得这样先 既然都拿了这么久 和最近又回到他的身上的时候 暂时以一个阻力区 大概两个半是一个关键点 现在这个位置 你三个多 你都拿了很久 我觉得你先持有 你看到两个半附近 看看有没有一些上升的动作 或者有没有这个板块 是不是还未完 如果是的话 我觉得 看看它能破两个半 我就会继续持有 如果不是两个半 我就暂时锁住了 是一个最主要的官网区 好 我们很快回答陈小姐问题 33个爆码 买了福来特玻璃 究竟怎么做部署 665 今天股价手势算是还平稳 最近都低位弹了不少 和现价差不多 可不可以比它高一点的位置 可以走到 一直都沿着20天移动平均线 和10天一直向上 一直都没有跌穿过 20天移动平均线 现在说的是大概31个半附近 我觉得我就会用31个半附近这个位置 做我的防守位 先定了防守位 定了防守位 我就暂时看着推上去 如果你跟回今年的年初附近的位置 就是36个半附近 我就看着这个位置 这个是比较简单 和清晰的 好 我们讲一下明天财英焦点 有转苹果 提升新手机产量两成 不过今年需求会受疫情影响 新片坊都持续 相关股份表现找来 神星股票分析员李旭阳和我们谈谈 新指数中五收升到480点 5日做27,705点 暂时10天线都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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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 欢迎收看《早视战报》 看见港股过去的三日落落很多 累积跌幅到780点 今天终于出现了一个反弹 半日来说四百多点进仗 即是说今天抵消了前段时间大部分的跌幅 我们先看看有什么因素影响着大市 隔晚方面美股继续升 已经完全修复了星期一时的失地 市场的气氛有没有缓乱到 美国十年债息都有些啟示 继续由五个月的单位反弹 触及过1.3水平 至于A股走势上半日来说 个别走,上证就算是靠稳 深城也再创大约是四个月的位 不过创业版见了几年高之后 稍微有点整固,要轻轻倒跌 今天升市功臣说回港股 靠哪些都是重磅股为多 新经济股有美团阿里帮忙 金融股我们看着有帮和回控头 我们再看看港股半日的走势是如何 琴指方面今早早高开239点 早段试过升幅就曾经收窄至230点 落到半日的低位27455点 接着又回涌回 从上到十天线 试过最多标过535点 高见过27759点 半日来说稍微回上回 升幅就去到500点以内 进涨到480点 做27705点的位置 分类指数当中 看到金融指数到进涨比较大 668点的升幅 总成交半日就去到769亿多 我们再跟着期指的走势 暂时去到哪 7月来说去到27706点 进涨到480点 轻轻高水只有1点 总成交到5万8千多 我们再看看最活跃港股的情况 腾讯最新升幅到1.2% 做544.5的位置 美团方面升幅到3.6% 港交所进涨到1% 中移动升幅到2.3% 刑负基金跟着市走 升幅到1.7% 我们再看看 六至十位有哪些 有微盟 今日急弹到1.4% 麦吉利汽车升幅到1.2% 禁风也是继续弹 半日来说 进涨到0.7% 守在168元这些水平 今日亦是再次破顶 曾经上过在177.4% 药明生物升幅到1.4% 邮邦半日进涨到2.5% 我们轻轻看蓝筹股的走势 当然不少有回风控股 升幅到2% 最后的公用股煤气 升幅到0.8% 后少项当然要请教嘉宾 我们这一节有Chris在这里 Chris 你好 大家好 你好 你好 怕不怕呢 港股今天弹完一阵 市况方面呢 有没有机会再升多一阵 还是说都有个回调的风险 要提示大家 大家留意一下 近几个星期 恒志曾经两次下了250天线 但在最后收市的时间 都是站稳250天线之上 也看到上次是有反弹的 不排除这次的情况 其实跟上次是有多少类似的 但是这次可能弹也没那么高了 因为看起来 其实在今个星期初 7月19日 跌下来的时候 遗留了一个下跌列口 大家可能就会看看 这个列口作为一个阻力位 对了 这个阻力位是28,000点 未来几天 我相信仍然有机会打一旦上去 如果真的破了28,000 先再看28,200 但暂时来说 整个7月份 直至到8月初 应该市况都是比较偏弱 有反弹 但未必有一个强劲的声势 对的 你说升穿了28,000 都顶装了 再看多 向上度 200点的迅象 其实在水位上比较大 更加预视着市况比较弱 会不会 如果我们未来 仍然有个下跌的风险 去到哪些位置 才实际有个承托 是的 因为其实也想说 怎样有这个看法 就是过去两天 看到短线的市欢 就是整体港股 上升趋势的比例 去到一个很低的水平 接近是一个超卖 所以也有个反弹 但不是一个长线的走势 如果真的跌下去的时候 大家要留意 去年的12月30日 有一个上升烈口 是未回補的 这个烈口位 若然要回補的时候 又在说大约是在26,600点 不排除今次 真是有机会下跌这一位线 今天升市当中 前排跌得比较伤的股份 今天都弹得起 如何判断之后 还有没有多大的水位 我们立即进入半日 当炒板块的环节 Chris 数到之前比较弱一点 当然说到内房 今天出现了一个集体反弹 包括卷起大家比较忧虑 它的资金链 一些坏消息比较大的恒大 都慢慢从几年的低位存定 也是升上来的 半日进涨去到9% 我们看到第二只的融创 并且尾尔那只的世贸 就上过去十天线 反弹力度比较大的 更加是数到说龙湖 重返到去二十二百五十 以及五十天线的楼上 也和大家更新一下 恒大的风波 是否真的完结呢 我们最新就看到有银行 其实都拒绝成造 恒大本港新盘的楼花案 申请根据市场的消息说到 恒大有回应都说 对于个别银行的做法 就不予置评地说 但是整体上 楼盘的工作 仍然是按照计划这样推进的 擔不擔心之后 还有些余韵呢 资金链的发酵是否未完 整版内房 你觉得前景是怎样的 但其实整体来说 内房股现在都处于相当之弱势 特别是看到恒大方面 其实整个系统都跌得比较严峻 所以今天来说 做一个技术反弹的 因为主要来说 RSI已经落到三十以下 所以是弹一弹的 但你说是否真的见底 其实现在就言之过早 始终财务方面的问题 仍然存在一个隐忧 投资者都会比较担心些 所以未必那么放心去捞底 所以这个情况之下 其实有货的朋友 可以考虑 在一陈反弹的时候 为何减一减遲 将风险先降低 这个看法 上多一阵可能都要止热 离场 这个不单止是3333 对于其他 譬如说融创的看法 整个部署是否一致 基本上刚才提及了几个内房股 走势都相差 而且有多少相似的地方 就是一个经过长期的下跌 做一个反弹 虽然今天纯粹在价格方面 弹的幅度也不少 但是最重要是 究竟是否能否延续到 在这一刻来说 似乎未必做得到 当然了 如果我们蓝筹升幅大的前排 除了一些内房股 我们再看看有些博彩股 事关于金沙中国出了些数字 上季方面 正规损按年有得收窄 以及经调整的经营现金日利 超过一亿三千万美元 按年流规 按季都不错 亦都增加了三成二 这个成绩表 对于其他倒股有没有啟事 其实倒股 我们最重要是看澳门的倒收 是否能够有持续的增长 根据一些统计数据显示 其实能够持续 连续一季 就是三个月 都是增长的话 其实有机会 有一个星浪是展开的 但是到这一刻来说 似乎这个情况未发生的 所以多数是一个反弹为主 并非一个新的星势 那关乎业绩表现 我们都要称一下大行的看法是怎样的 瑞银 他份报告都讲到 金沙中国 查实第二季的业绩 符合预期 中场倒收 按季升幅到一成半 看好他稳健的表现 也引述管理层说到 中场和高端中场客户消费力高 下季和下半年预计可以复苏 而且预计疫苗的接种率 到第四季应该有八九成 看好中港澳三地有望通关 目标价去到四十一个半 评级就是买入的 大行继续有祝福底下 眨眼看目标价都有一个充分的水位 如果真的要你选 你当中会选哪一种 看回蛋白报告方面 它有去的理由 但是大家看到市场似乎不是很败 因为即使价格上升 其实成交都不是特别增加 我觉得都是一个轻微的反弹 其实几个大只的 倒股的情况是差不多的 我觉得如果真的要买的 就可以考虑金沙的 但是真的要控制住马 金沙的策略应该是怎样摆 看到金沙主要是跌到早前 大概在2021年1月25日附近的低位 这是一个短期技术支持 但是阻力位相当之近 考虑在7月6日的收市位附近 大概是32元左右 指示位可以用近日的低位 今天金沙中国升这一阵 大阳烛地升上来 不过十天线方面似乎行人止步 都是停留一些位置 而且成交都没有特别放大 半日来说升幅到3% 至于同行方面 银鱼也有个升幅在 以27号银鱼来看 半日升幅更加大 进涨到4% 谢谢Chris和我们分析了 我们先休息一会 12点9再见 by bwd6